好 国际今天的大小事 我们带您用Googlechance来掌握各国的热搜话题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美国 请伟承邦我们分析 对 我们美国的关键制是Eagles 就是我们如果有关注美式足球的话 恐怕是一场很热血的比赛 这个费城老鹰队他们的主场开幕战 在当地的时间19号的时候登场 他们的对手是明尼苏达的围京人队 那虽然说他们的对手在整场都试图想要建立 这个防守 但是因为老鹰队的攻击实在是太强了 最后呢老鹰以24比7来大获全胜 所以这个守住了主场迎接二连胜 而且过程中呢四分位这个赫特斯 他摆脱了在上一场这个传球手馆 可能比较不太顺畅的一个状况 他一开赛呢就送出了实际的妙传 整场比赛31次的传球有成功26次 堪称是他这个生涯里面呢 这个一个代表作意 就是说非常顺畅 所以给这个球队迎来了胜利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的是英国了 英国的热搜话题哦 其实就是这个魔力红的主唱 因为他被说这个背叛名模的妻子 而且偷吃啦 而且偷吃的是另外一位网红 所以现在这是小三就说了这个露骨的对话 所以让整个网友都炸过 那我们知道魔力红其实在全世界都很红 所以很多人对他是蛮喜欢的 但怎么会去爆发这样子的这个 有一点点丑闻 所以大家就觉得感觉不是很舒服啦 而且尤其这个小三又亲曝了这个露骨的对话 所以现在成为了英国的热搜话题 我关于这个可以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他这个主唱亚当李维 他其实在发生事情之后 他有在他的Instagram来发布他的这个声明 那他有其实有强调 他是完全的否认自己有这个外遇出轨的情形 我只他说我只是越过了那一条线 就跟陈龙说 我犯了写 这样的人都会犯的错 OK 就是有一些一些说法 而且我觉得更恐怕更恐怖的是后面又有另外两位模特儿 有出来爆料他们也遇到相似的事情 好或许这个不会只有一次对不对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日本的热搜啦 日本的话的热搜话题是这个Bruro Mas 就是火星人布鲁诺 其实他他们所关注是因为他会不会四年终于决定要再访日本了 就是十月的时候会在东京还有大阪来开场 那其实Bruro Mas他在过去有非常多首歌曲都是快智人口的 对而且婚礼最常听到他们的歌 我想应该是Just the way you are吧 你要唱一下吗 没有 我没有办法我是音痴 好 对所以很多婚礼都会选他们的歌当背景音乐 所以日本他也是非常的火红 其实他在今年呢有拿到葛莱美奖 这个以他的新团体来获得年度歌曲 还有最佳节奏蓝调歌曲等大奖 所以除了评审很喜欢 那当然粉丝也是非常喜欢的 那可以看到日本的歌迷也都对 他可以来日本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惊喜 对啊感觉疫情后 现在感觉慢慢恢复正常生活 演唱会也可以看了 明星也要来了 没有错 所以成为了日本的热搜话题 好接着我们来看南韩 南韩是一个这个死亡的事件 他的热搜是叫泉舟换 这个泉舟换不会有人认识 我们要讲这个事件 大家会比较理解 这个泉舟换就是你可以看到照片上的这个 他犯了什么问题呢 他其实有杀人 这南韩首尔地铁站是在新唐站 14号这天发生一期跟踪的这个杀人案 那是一名28岁的女性战务员 我们简称他为A 他是惨遭31岁的前同事 也就是刚刚我说的 他泉舟换尾随 那他这个进入到女侧的时候 这个泉舟换他就持刀把他砍杀身亡 我觉得这是很可怕一件事情 你怎么可以预料 就他们两个其实之前是有当过同事的 这个过去他也就是遭这个全性男子 透过文字啊跟踪 还有这个偷拍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女子就提告 就没想到这个全性男子就不满 他就策划这一起谋杀案 然后现在警方是以这个暴富性的谋杀罪 然后指控全男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被逮捕的状况 这真的很可怕 而且他埋伏70分钟 就来等着女子去上厕所 然后把他砍杀 恐怖的复仇行动 对所以南韩对这件事情 其实非常的关注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 香港的热搜话题 他们的关键字是宋平 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位宋平 他其实已经高龄105岁 算是一个人瑞了 而且他是中共的元老 有人这样称呼他说是胡锦涛的导师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10月16号的时候 中共即将要举办这个20大 外界都认为那这个20大会是习近平的巩固权力 连任第三任的一个关键时刻 没错 可是这位宋平呢 他却罕见的在这个江苏中原助学帮老基金会成立10周年的总结表彰大会之中 影片来露面 那他是表示说 哎我算已经退休了 但是还是很关心国家的大势 而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是我们有观察 其实习近平在像是在今年的一个新年赫兹谈话 他似乎已经开始要摆脱改革开放的这样子的一个词汇 所以他这个中共的大佬出来这样讲 是不是有一点在释放这个反习的政治讯号 而且从当地的这个媒体的运作来看啊 虽然他讲了这一段话之后 有被中国红色旅游网来发布网易然后转发 可是其他的平常讲话很大声的中国官媒却是忙着噤声 所以很显然似乎这个中共的当局也没有非常支持说 中共元老这样子讲话 就是可能宋平讲了习近平不爱听的话也有可能 那当然这个改革开放的部分有一点敏感啦 那接下来又是二十大 所以现在谁说的话都会拿来当做一个放大检视的这个状况 好接着我们就来看台湾 台湾的热搜话题是墨西哥地震 其实因为最近台湾的地震频频 包含918有一个6.8的强震 也让这个花莲台东有一些民宅是有 对有一些灾情传出 那在这个9月19号这一天 墨西哥的也发生了这个7.6的强震 这个地震深度只有15公里 所以很多民众也是吓得奔到这个这个街上来 而且这个画面看起来也确实非常的晃 但很巧合的地方就是在919这个时间点 墨西哥其实已经加这一次 有三次的这个地震都发生在919 好这个其实之前是1985年还有一个是2017年 然后再2020年2022年 所以总共是三次都是919的强震 一个是7.8一个是7.1那这次是7.6 所以很多人就在讨论说 919是不是在墨西哥来说有一点点黑色的一个日子 对那当然是没有没有状况是最好 但是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太过敏感了呢 那当然在921这一天也是这个我们这个 23周年的921嘛 所以在9点21分的时候 我们也有这个地震的速报 那当然因为我们都位在这个板块交界的地方 所以从小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是位在一个会有地震的情形之下 但真的不要有太大的地震 虽然能量释放是好事 但是真的很多的这个防灾的准备还是要做 对因为地震是最难预防的一个天灾 所以大家真的要做好防灾准备 好我们接下来看新加坡 对新加坡的关键字是萨伊德 那他这是一个历史的案件 他现在今年已经41岁了 在1999年的时候因为涉嫌这个勒币女友 而且把他埋藏在树林里面 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 他被法院来宣判无期徒刑 但是他在他宣判的2000年到现在已经2022年了 这么多这么长的时间来 他一直不断的对外宣称他是无辜的 我并没有做这一件事情 那但是他的上诉的要求全部都被驳回了 那么他在2016年的时候 有一个专门制作调查报导的podcast节目 那他们决定要重新主动来自己调查 当柯南这件事情了 甚至就是花了15个月来翻阅受害者的日历 通联记录还有各种文件还试图要来重建整个现场 那所以这个节目当时有刷新 iTunes podcast下载的一个记录 但他创造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力 让检方决定要重启调查 最近检方终于有发现说 可能有另外两个人设有重嫌 所以要求要向法官来撤销这个无期徒刑的定罪 那也确实他被这个裁定撤销了 所以他在服刑23年之后终于踏出监狱 但是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 只是整起案件要重审 并不代表他是完全清白的 对所以还是有一些媒体或者是节目的影响力 是很大的 所以让这件事情可以重新的被做调查